由香港當代文化中心主辦 《名懷Make a Difference》的青年論壇正式開幕 今次活動的主題是 創意、創業、創新和創建 培養年輕人的國際視野和對世界的關懷 1,200位來自60個亞洲地區的年輕人齊集香港 並有機會與20位來自世界各地 不同界別的領袖、學習和交流 議題將會覆蓋、科技、創業、教育等 讓他們學習如何以突破的思維解決社會上各種問題 但會要求每位來自不同地區的參加者 都要自己解決交通和著述問題 好事其中一位來自安徽的老師 他為了節省一些車費 就選擇搭火車到羅湖先過關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致辭的時候表示 現青人擁有無限的潛能 只要發揮創意對社會貢獻無限 香港《歡頻電視》記者雄音報道